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桃园市陈姓妇人昨天送小孩上学途中,已失Apple iPad平板电脑,正式将Apple iPad平板电脑放机车踏垫上,离小门后半途才发现已失龙潭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追查,在校门口发现黄姓女贯妾身影,直觉她顺手牵羊行妾,靠这两句话追回张物。 由于电脑里储存家人照片等重要资料,陈傅报警要求帮忙找回,由于陈傅不确定遗失地点,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影像查看,发现陈傅机车停校门口时,有一颗一女子在附近徘徊,眼尖警员一眼认出是警方列管的黄姓女贯妾。 警方在附近路口拦下黄姓女并寄巧姓盘问,都有人看到了,还不从背包内拿出来,黄姓以为东城市发当场心虚地从背包取出行妾的赃物交付警方坦诚路经校门口时,见平板电脑放机车踏垫上,才顺手牵羊行妾。 龙坛警派出所在短短四小时内查获切闲,陈傅找回亲爱的iPad。 昨晚在脸书社群网站龙坛人社团相亲交流广场发文致谢。